第一点针对目前台北市的这些相关的市长或是市议员候选人 我们这边会提具一个就是竞选承诺书 就是承诺在他们就是希望在选前他们是可以先签具这个选诺书 就是在他当选之后他会对台北市的这些数目保护 做出什么样子的努力在我们会限定一些时间跟门卡 不是说你签了名以后好像你愿意做 可是你做不做没有人监督 我们会限定一些门卡 我们会要求你签这个承受书你就必须做不到 如果没做到在时间内没做到你就必须要辞职下来 那类似这样的东西当然愿意做那就会成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针对像刚刚刚好是说 其实我们真的今天不是为了这些这几棵书 而是为了全台北市全台外的树 在跟这个政府的这些观念去做一些调整的东西 希望可以充装让这个体制去做改变 那那个远雄是财神 张老师 我是觉得承诺之路很好但是那个广不积极 就是说是实际上现在就是 的确就是说是远雄是一位是但市政府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做的角色一定要有一个沟通管道 跟他们就是说是给他们有一些压力 希望他们能够对这个事情能够重职 所以可以要求就是说他来做这个环境影响评估 或者是重新在做交通的这个整个计划的评估 就是要求他们然后透过那个市议员 透过这个不同的管道来给他们就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 不然的话你看大巨蛋本来就不应该在那里 我以前当那个环境委员的时候就说是大巨蛋要砍住我们 那个时候就反对了就说是你弄了一个大巨蛋就把很多老鼠全部都弄掉 现在这个弄掉那么多老鼠现在还在要继续弄把这些老鼠全部弄弄掉 这个太过得理了 所以所以我说他现在已经已经是这个样子 一定是要给他一个压力 你现在弄这个联署就是要求这些议员他占权以后怎么样 那是以后的事情你现在就是恍不及其的 你一定要现在要赋许他们能够做一些事情 有一些反应 所以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跟这个这个市议员 或者是相关的也是任何有必须的一个 让他们重视这个事情 那大家就说是很努力很很辛苦的就是在那复苏 是这个这个媒体偶尔是孤独一下子 但是呢实际上就说是这个是是一个行动 但是呢必须要有这个非常坚持 而且非常这个有压力的一个行动才有办法 在这里跟那个杨教授补充报告一下 我是台湾附属团联署的那个内服的那个美会 我也一样叫做美会两个美会 我们都是在守护台湾 那我回应两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正式成立台湾附属协会 那我们邀请这些专家学者的教授来做我们的顾问 来指导我们 其实台湾的环境问题台湾树木的问题 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成长 很多的观念需要改进 过去呢我在附属的经验当中 就是去年我就遇到一个附属的案件 是最离谱的是那个台南的长荣中学 他把那个树木呢 一整排菩提树撤遮掉 原因校方是说我怕我的学生在学校里面 走路被树根绊倒 那我相信长荣高中的学生绝对不会这么笨 那我们也有遇到很多像去年在新竹发生虎口高中 他把学校里面价值200万的七里箱挖起来送给议员的妹妹 他们家的豪宅去种 然后受到了压力了以后呢 这议员的妹妹觉得很 就是受到这个学校的攻击 然后学校其他老师的攻击 还有民众的攻击之后 他这个议员的妹妹再把他挖回来种 这些200万的七里箱全部死光光 我们目前在新竹也有一个非常 呃非常沉痛的一个抗争案 这个抗争案是竹美的国小 他们为了要把重新盖这个校舍 要把前面的椰子树跟后面的榕树全部都砍掉 他说椰子树不值钱 说榕树也不值钱 那也就在几个月之前我到屏东去 屏东的桃花新墓 那很漂亮的一台的桃花新墓 他们是要把这个桃花新墓也是要拖翻马路 那这个桃花新墓呢是要保留下来 图片上面是说要把这个树木给保留下来 但是呢有人想要这些桃花新墓的木材 就去把这个树给砍掉了十几棵 然后呢追究下去三个环保团体去追究下去 全部到现在都还没有下文 那我们环保团体也是几个人 然后这个刚刚张教授说的说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对口 我也非常的有诚意 我跟远熊建设讲 我万一出钱太钱 虽然我非常的穷 跟赵宁熊比起来 一千千里台北的这间住 都比我的身家还要多 但是我愿意捐出这个钱出来 去帮他免对请专家设计 一个不需要去砍树的方案 但是呢远熊的这个赵宗毅副总经理 别人猜都会猜我 今天其实世界会也变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年轻人都愿意 用生命去保护这些树 其实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理财酒理理藏 现在开始开七八七 开黎明大会的时候 744个黎明要求把这些树都留下来的时候 他好龙斌是不听的 也不看的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 我看了一本书叫《奴才者的进化》 那我现在觉得说台湾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的市政府呢 我们的官员呢 我们的民主制度呢 其实已经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联储书进幕没要看 我们的公听会的意见呢 政府没有在听 我们所有的人都说 这个马路不能够这样子开 公听会上面假设有100个人 这个中间这个事情是完全没有开公听会 但是我在其他的案例里当中 我看到的是 开公听会 100个人say no 100个人反对 但是他工程照样做 他甚至还可以发新闻稿去说谎 说什么谎 前几天就是在台中的神刚有一条马路 他要动土年龄 他说神刚居民欢天 这个新闻的头条是 标题是这么显得 他说神刚居民欢天喜地 这是迎接这个马路破坏的新闻 事实上我知道的是神刚的居民 其实特干的调 绝对不是欢天喜地 神刚的居民是痛心疾首 绝对也不是欢天喜地 但是我现在看起来 现在我们跟市政府之间的是没有一个沟通的管道 包括我们非常好的李清风李议员去咨询 去要求 他是不甩我们的 连这个民进党的议员他是不甩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非常期待 其实户数不分来绿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国民党的人告诉我们 国民党的议员 国民党的立委 国民党的候选人 跑来支持我们这个环境的运动 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地方 也希望 也希望就是 未来 大家能够去理解一个问题 环境问题绝对不是政党问题 我们今天站出来 用我们的生命去保护 绝对不是环境的问题 那我为各位准备了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只有三分钟而已 那我们花一点时间欣赏这一份影片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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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